上一次看刘诗诗的古装 还是让人头皮一紧的书品 明明他的古装从 汉 陶 宋 元 明 清 每到架空世界 六年过去他又杀回了古装剧 自免以杀 那今天罗俊就带大家来看 二十岁软蒙小花期的刘诗诗 茶路不缺第四十九期 辽斋骑女子 新十四娘 说着深山老林里有座古叉 住着毛茸茸的狐狸一家 我们的女主排行十四 人称新十四娘 家里姐姐妹妹都是狐狸 没事看看男人晒晒太阳 没啥大志向 只有十四娘 一门心思想成仙 她上山采药 下山派药 主人为乐 情善积德 十二姐觉得她在想骗尸 我们是狐妖 天生就是要迷惑男人的 自古以来 狐妖就没有一个可以成仙的 是妖是仙 早就是命里注定的 十四娘不信命 从前没有 不等于将来也没有 心善积福 凡人都可以成仙 我们虽然是妖 只要一心修道 终有得到的一天 为了考上这个天庭公务员 十四娘拜了郡君当导师 郡君当年因为牺牲自己 救世人非生 十四娘拿她当宝样 以为只要做好事 挤满她的那个福袋 就可以得到成仙 哪怕是要牺牲 她也时刻准备着 但郡君说 你还不懂爱 这爱 令人不单爱自己 爱他人 还推而广之 爱苍生 爱世人 这是一种大爱 你不懂的爱 就不知道什么叫牺牲 老太太话锋一转 你机缘到了 你去找冯绳 她会辅导你 什么是亲 什么是爱 冯绳 正人君子 极腹才华 给狐狸姐妹们迷死 长得真是俊朗 秀气啊 太帅了 冯绳长得好帅啊 她央气精纯 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 童森代餐 十二姐想吸两口 狼腰也想啃两口 十四娘之前救过她好几次 还在杯子里感叹过 幸好我定力够 不然的话 这么温柔可爱的男子 真叫人心缘一吗 但是冯绳定力不够啊 十四娘又漂亮 又救她又漂亮的 冯绳想她想的 晚上不睡觉 白天拜神庙 请舅婆保佑我 早日再见十四娘 人家祖父还真的是 有着冒烟的条件 她舅婆 就是郡君 郡君坐镇 亲自下场拉西匹 就这样 十四娘主动找上冯绳求辅导 冯绳梦想成真 她带十四娘去看花海 去看人间的夫妻情爱 一起救下了 被人欺辱的路儿姑娘 她约好了要一起照顾她 在冯绳的引导下 十四娘逐渐明白 什么是亲 什么是爱 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十四娘牢记初心 不忘使命 谭丽娅只会影响 她考工的速度 她要跟冯绳说清楚 狼妖突然窜出来 要啃冯绳 十四娘为了救冯绳 被逼出了狐妖形态 冯绳被吓蒙了 她旁敲侧击 问一向胆小的路儿 你不怕有妖魔鬼怪吗 路儿却说 鬼怪是可怕 可是 我觉得 有时候 人更可怕 十四娘对冯绳很失望 但为了百姓 她继续追击狼妖 却误入了捉妖的扶阵 关键时刻 冯绳破坏皇府救了她 她把路儿的话听进去了 你帮助路儿 帮助村民 就算是妖 也是善良的妖 你不会害人的 那我还怕什么 十四娘并非无情 但她 要靠宫啊 有缘无分 始终无形 冯绳就又指求救活 于是俊俊在下场 给狐狸一家施压 强行要十四娘嫁给冯绳 十四娘拒绝包办婚姻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自己做主 为什么一个女子 非得嫁人不可 难道不依附男子 就活不下去吗 尤其知道俊俊是冯绳的旧婆后 十四娘更气了 俊俊就算以父母之命 俊俊之尊来欺压十四娘 十四娘 也是不畏强权 始至不渝 十二姐看出十四娘 其实是喜欢冯绳的 于是助攻冯绳演苦肉戏 套路十四娘 她是你妹夫 你不能杀她 不能杀她 我们是一家人 你不能伤害她 这是爹说的规矩 也是我们狐狸家的规矩 成了 上门激青难天 冯绳唯一的长辈 爷爷 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界面里 狐狸皮操 这事不能卸下 这不等于是带着人去拜亲家吗 老头还搁那说呢 其实啊 这狐狸雕属 不过就是下等畜生 就算宰杀 也算是积善积福了嘛 也快别说了 再说这浑身就黄了 结果十四娘知道了 十二姐帮冯绳骗自己 有意外发现 路啊一直默默喜欢这冯绳 于是结婚当天 十四娘语经四作 要娶她 就得捆一个路啊 要不就娶其娜妾双喜临门 要不就取消婚礼 众人面前 冯绳怕路啊难堪 最终答应了 十二姐不懂十四娘诊的哪一出 我们大家可都是为了你好 冯绳人品不错 你嫁给她 也不委屈你 那又怎么样 她的人品才华不错 我就非嫁她不可吗 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十四娘认为 路啊比自己更适合冯绳 她喜欢你 她愿意嫁给你 那我呢 十四娘问心有愧 她也不知道这么做 有没有一颗是在自私的流退路啊 总之 三口之家成立 十四娘和冯绳心里一直有疙瘩 路啊就当助攻 叫他们学会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而十四娘也叫路啊书写打扮 叫她十字息文 叫她面对嘲讽挺直腰杆 不用怕 抬起头来 肉眼可见的 路啊变得漂亮得体 十四娘发自内心的夸赞 你今天 好漂亮啊 但十四娘始终不愿意接受冯绳 路啊就假意和冯绳亲近 但十四娘的处于到达临界点 路啊再让冯绳去说明一切 二人终于心心相应 此时反派登场 楚公子风声同窗 坠絮一枚 为人不绝 精壮之年 没你在怀 我却不能无山云雨 风流消灰 偶然情况下 楚公子沾了一滴狼腰血 自此风停了 雨停了 他发现自己又行了 楚公子找了个贼道士 让他求定狼腰 引起了放学play 你可真是我的宝 我不能用你 喝几口狼血 楚公子飘了 他看上十四娘了 我是最威猛的柴狼 他是最美业奴隶 那我们 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 此时冯绳来撞枪口 他骂楚公子 显得我的太为岳父 赖的一匹 正好楚公子老婆 失手打死个通方丫头 他顺手就栽赃给冯绳 为了救冯绳 十四娘找狐狸姐妹们 帮忙搞了个祭馆 迎来了喜欢瑟瑟的皇帝 正今日一心寻乐 众青家 无必多礼 十四娘和姐妹们 为皇帝献无一曲 皇帝真乐着呢 十四娘来为冯绳鸣冤冤 还劝皇帝不要只顾瑟瑟 被奸命蒙蔽 隔天行场 冯绳都快见路易十六了 皇帝恰点来了 瑟瑟的皇帝 在十四娘的劝说下觉醒了 楚公子老婆被处死 岳父被免之 楚公子恨上了十四娘 为了得到力量 他又去恐龙肯狼 狼都傻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贼道士起了坏心 让狼妖战了楚公子的身体 杀光十四娘的姐妹 还打伤十四娘 让她一起白了头 贼道士 说十四娘是狐妖 带来了汉灾 煽动村民围剿十四娘 为民处爱 楚公子造谣十四娘 和皇帝不亲不处 你之所以能活到今天 是因为他迷惑皇上 他与皇室相好 皇上才对你重用有加 爷爷跟着一起骂 你真是狐狸精 在众人一生生的讨伐下 冯绳失去了坚定 维护十四娘的勇气 相公 你相信我吗 就算是妖 也是善良的她 你不会害人的 相公 你想不相信我 风生待十四娘 一生一世 一真一成 绝不让她受到 任何的委屈和伤害 相公 不会 连你也不相信我 十四娘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会保护你 我绝不会丢下你不顾 一心修道的十四娘 就这样被她一直守护的村民 架上了刑场 十四娘 我的贵女儿啊 你为她们 都白做了 白做了 还以为她是在世贵妮 原来是真狠人精啊 这就是你一直在帮的村民 只有洛世终都相信她 不要再打了 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 他们没有害过 你对她打了 我去做派 我去做派 你只能开始 那么你 你不再打了 我舒服 我以为你 操心 我可以路重拎 你不再打了 懂一切 你平凡 我给我 我以为你 人范起来 你平凡 我为什么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以上就是聊斋奇女子星十四娘的大日巨星 讲的是一只出身下等的狐狸精 在经历情爱 背叛 至亲之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感谢观看